刚才有一个现兵的士官来问说 今天好多人问我说要怎么转去特战单位 你们是真的都很想去特战是不是 如果特战单位你要从别军种转过去 其实有一点难度 不说真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它不可能让你一个人转过来之后 然后帮你去安排一个闪讯的讯息 很难 或者是搭配下一批的讯息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闪讯的讯息 但是你只要到我们特战就是要跳伞 没有办法 一定要跳伞 这是我们自己的规定 对啊 你一定要 除非你在直升机 对啊 你在直升机单位的话可能就不用票 那你只要在我们一般的团群特战单位 你绝对是要跳伞的 你一个从不管是陆军或宪兵来的人员 你又没跳过伞 我们还要特别为你去安排或配合你去找一个伞序 来让你插入 我觉得基地是有一点困难 说真的 除非你是高级小官 你是指挥官 你是副指挥官 从陆军调过来的 那就是 就没有跳吧 其中有一个指挥官曾经跳过了 但是那种 原本不是特战的 然后在陆军待了很长时间 过来我们特战战缺的那些 不管是中将 这个少将 的人员 其实他们很多人是没有跳伞的 虽然他们会象征性的把伞挥别上去 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们是没有跳伞的 他们是没有跳伞的 那你说你一般的士官兵如果要过来特战 然后服役的话 我觉得基地是很渺茫 除非他是大规模的实施人士征选 大规模的实施人士征选 或者是高空突击中队要征裁 大概只有这两个方式 你才有可能过来特战 如果只是一般的征选 就是一两个那种征选 你就没有办法 他一定会限制条件 具有省性专场 那你就没有了 你光是第一关特定条件 你就被刷掉了 对不对 所以你说你要别军走 经由一个征选 例如我现在特殖部要增一个上位人士官 然后公开三军征选 但是虽然公开三军征选 可是他的特定条件里面又说 要需要闪讯专场 你打掉全部的人了 就只剩下你特殖部有资格而已 其他人都没资格 就算你公布到三军也没有用 因为你有闪讯专场 就那几个单位而已 你就等于就是读后了自己的 你也没有想要让其他二军种的人来征选 所以这个部分就 我觉得是有一点难 除非是大规模型的征选 还有可能 那除非你有认识长官 我们可能会帮你安排下一次的闪讯 先让你站缺 然后安排最近一期的闪讯 让你实施跳伞训练 年轻人很喜欢上网特战 那你一开始就要填特战了 你不是说我先去别部队看看 然后最后我觉得 我还是想去特战 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选特战 不就好了 像我不敢去外导 我就一开始就选特战了 对啊 特战是你说 到了五次闪之后呢 加急就比别人多了两三千三四千 你觉得闪讯这样好像蛮滑得来 那也是可以 如果你有这种想法想说我要比别人多增加两千 三千块三千几四千块 你不然来特战指挥夫一定会让你享受到那些加紧 但是我是觉得你应该一开始就要来 对啊 你说你要再用转过来的机会 我是觉得有一点渺茫啊 就像我讲的 他不可能因为你一个人 然后帮你安排一些闪讯的讯息 让你去接受跳传的训练 还是少了 除非是长官安排那没办法 我们室官一定要帮他寻找一个最近的讯息 让他去搜寻 但是如果你不要说如果没有如果 你如果想要靠真选案过来的话 我是觉得机会很小很小很小 除非是高空突击中队 因为高空突击中队他有时候 因为要吸收一些体能战绩集团的人员 有时候可以就是 秉除了你有闪讯这一个 这个这个大叔 这个这个限制因素 为了你的这个体能跟战绩的良好 可以帮你安排一个这个最近的讯息 让你先去接受机会闪讯 那最后呢你还是要完成你的闪长训 不管是20次或50次的闪长训 你都必须要去完成 所以你说一个一般在陆军 或者是宪兵单位的四官兵 你想要过来特战服务 我是觉得有一点难度了 除非你有长官帮你 不然我觉得难度还挺高的 不然难度还挺高的 比你从陆军讲到陆军 或宪兵讲到陆军还要在哪里 对还要在哪里 因为我们多了一个闪讯 对我们就是必须要有闪讯这样长 所以这一点可能会变成一个很大的限制因素 如果大家对国军基层各项事物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聊天室发言 我可以尽力为您做解答 谢谢大家 WFC您好 等到年纪稍长后才发现上下班才是 不用年纪稍长 我大概就是这个 过了就是去过了一次 我觉得太棒了 我宁愿不要那五千块 我宁愿要每天下班 我曾经离我家云区最近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家离云区大概骑摩托车只要十分钟 非常非常的近 我在那个单位待了四年 超级 虽然这四年是分开了 就是两年两年这样 但是这四年我实在是过的是超级无敌爽快 我还曾经早上是用跑步的跑到云区之后 洗个澡 洗个澡之后去吃早餐 吃完早餐之后再休息一下准备上班 你这种感觉 对不对 多近啊 但是就只有四年了 不过我说真的 那四年里面我有两年 真的是超级无敌爽 真的就是 说真的啊 你就是真的看到他是一个机关单位了 就像我那时候 帮大家 分享的那些集合的时间点 那个离家对境的单位是秘密 哎呦我问你啊 风云有几个单位 这个财务组 以前还有风保产 对不对 还有一个什么 没有几个单位 所以这一猜就猜到了 这就不要再多做追溯了 我等等那个 我在那个那个单位的时候 你看 半点上班 就一点半就吃饭了 对不对 然后一点再上班 有人睡过头睡到一点半 等一下四点又要运动了 五点下班了 你看看那种生活 实际工作的时长不到 五个小时 真的啊 虽然是洞巴腰管 可是你实际工作时长 有没有超过五个小时 有些人搞不好没有 如果你又早一点去吃饭的话 或许没有到达五个小时 我在那个单位 第一次去比较硬 因为职务不一样 我第一次是人事业务 我那个比较硬一点 那第二次去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主管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 还蛮不错的 真的是太轻松了 真的是太轻松了 我在那边待到了 第二次的时候 待到了 99年的12月31日 1月1日我才调整到 另外一个上下班单位 不过那个上下班单位 是离我家比较稍微 比那个单位在远一倍 也没有很远哦 大概就是 如果我开车的话 到那里大概30分钟 这个30分钟 也是还OK啦 但是就是比较远 就不能用跑步去 这个就没办法跑步了 但是 我说的那两年那个单位 我真的有一段时间 是早上跑步过去的 吃一个早 吃早餐 然后8点上班 超级无敌 不错的 就像我一样 这就是 其实